击打巴东四海国席和彭亨刁曼州席选举迎来投票日 年轻选民的投票渠道相对冷清 截至下午4点 巴东四海投票率达到63% 刁曼州席也有54% 这两场相对平静的选战都出现了候选人 退选或是让步给其他阵营的情况 不过选委会主席丹斯里阿都干尼就强调 如果这些候选人获得了最高票 选委会依然是会宣布他当选胜出 延迟投票的击打巴东四海国席和彭亨刁曼州席选举迎来决战制 上演六角混战的巴东四海选区 截至中午10分 各个投票站的投票程序都顺利无事故 西门候选人莫哈莫索菲今早8点40分 到选区寻视投票情况后透露 据他观察长者渠道可见多人 但年轻选民的投票室就显得冷清 毕竟官方并没有为这个投票日宣布特价 他希望年轻人可以趁着午休时间 或下课后前去旅行公民责任 另外他也发现有参选阵营违反条规 至于上演五角站的彭亨刁曼州席选举 投票程序同样无风无浪 17个投票中心今早8点正式开放 直到傍晚6点 不过拥有大约2000名合格选民的刁曼岛 岛上5个投票中心分别在下午2点和3点准时关闭 并出动直升机将选票运送到位于云兵的总计票中心 随着中央组建团结政府 彭亨方面则有国阵和西蒙联姻 这两场选战看似相对平静 好几名候选人相继宣布退选 不过选委会主席丹斯里阿杜干尼强调 如果自行宣布退选的候选人获得最多选票 那他依然胜选 帅先宣布退选的是出战刁曼州席的西蒙候选人莫哈默法兹里 决定让路给国阵候选人 巴东四海方面先是有明星党候选人退选 接着再有国阵候选人西华拉兹 再提前投票至前夕 宣布让路给西蒙首土 根据目前最新的非正式成绩 巴东四海国席是由国盟候选人阿兹曼领先 得票是10826票 至于西蒙候选人莫哈默索菲 则是稍微落后 有6283票 刁曼州席方面 55个票箱已经开了19个 国阵的佐哈里以2489票领先 国盟的伊达玉则是以1607票紧随在后 是最初的赢票 是107票心铆的 5ビート 4分半 特别保护 4分半